希臘保守派領袖米座塔基斯在星期日的國會選舉當中 贏得壓倒性勝利擊敗阻疫總理齊普拉斯 他在星期一就職成為希臘的新總理 在超過九成的點票工作完成情況之下 米座塔基斯所屬的新民主黨獲得39.8%選票 而齊普拉斯所屬的激進阻疫聯盟得票率只有31.6% 米座塔基斯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他將會在希臘國會的300個議席當中獲得158個多數議席 米座塔基斯承諾要通過外國投資、減稅、消除企業面臨障礙、虛創做更好工作 年年44歲的齊普拉斯在擔任4年希臘總理後被選民否決 他承認選舉失敗 並且向年51歲的米座塔基斯打電話祝賀獲勝 希臘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、歐洲央行 與其他歐元國家提供的數十億美元金融運作計劃 該計劃要求希臘大幅度削減開支 並且進行其他改革 現在要發生在內複製成功的 影響 док發生 今日 有Program 福氏 今天